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在Windows系统中 最值得推荐的三个不同的版本 它们各有各的优点 比如说稳定、高效、耐用 适合不同的联群使用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Windows的企业版 LTSC 2021 也就是Windows的长期服务版 支持安全更新周期长达10年 是专门为企业研制的 官方精简版 它是基于Windows 2019企业版构建的 新增了部分高级功能 尤其在安全方面做得更好 系统稳定性非常强 因为高效、稳定 不需要频繁升级更新 非常适合企业、商务平台 以及一些特殊产品下使用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 如何下载并安卓这款Windows的企业版 首先我们先去下载它的 系统ISO镜像文件 下载地址 我已经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这里面有32位的和64位的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我强行大家使用这个64位的 它不仅更稳定 而且在很多的软件运行方面 它不会出现这个报错现象 这里我们点击下载 开始下载 这文件大线大概是10G左右 下载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你需要这个系统的 其他语言版本的话 那么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下载地址 它里面有这个英文版的 还有反映中文 或者其他语言版本 这些下载地址 都是微软官方提供的直连链接 所以需要的 最好收藏一下这里面下载地址 好下载以后 现在你需要准备一个8G左右的U盘 然后通过这个Lufus写盘工具 把它系统系统到U盘里 后面默认选择设置就可以了 等显入完成以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U盘 可以任何一道电脑 安装这个非常简简的 而且稳定的企业版了 如果你需要给本机安装的话 那么可以先搜紧打开这个 下载好的这个ISO建设文件 然后点击里面运行这个 setup.exe程序 然后进下一步 也是可以直接安装的 第二个非常值得推荐的Windows版本 就是Windows的 装业工作帐版 它的名字就已经起得非常明显了 就是专门为工作帐打造的 高级装业版 拥有服务器级别的硬件支持 专门高负载场景设计 在不丢失高级功能的同时 它提供了更稳定 更高效的性能 它就相当于台高性能的服务器 进入下载页面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下载工具 把它安装介质给当中下来 点击下载 开始下载 好下载以后 我们直接打开它 那现在我们点击 接收它的条款协议 如果你需要给当前电脑进行安装的话 那就选第一个选项 就选择这个 立即生计这台电脑 如果你需要给其他电脑进行安装的话 那么就选第二个 接下来把U盘插入到电脑上 好插入U盘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里面选择这个U盘 点击下一步 如果在这里没有看到U盘的话 那么点击上方这个 刷新驱动器列表就可以了 选择U盘以后 那么接下来点击下一步 这样的话 它就把这个Windows系统 写入到U盘里了 整个写入的构成 大概需要几分钟左右 好 刻入完成以后 然后这里我们点击取消 千万不要点击这个格式化纸盘 否则的话 这个U盘就会被格式化掉的 所以我们点击取消 这样的话 这个Windows系统 它已经写入到U盘里了 所以我们点击完成就可以了 创建完成以后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U盘 来给另一台电脑 进行安装这个Windows的 装写工作帐盘 第三个非常值得推荐 就是这个Windows的装写版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我建议大家使用这个版本 它可以在兼顾性能的同时 还涵盖了几乎所有的高级功能 尤其是在节能和性能方面 可以获得更好的平衡 和更高的硬件支持 你只需要在安装的时候 选这个装写版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尝试 不同系统的功能 那么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命令 来免费几乎这个系统 也就是三句代码的事情 首先我们以管理员身份 来用你的CAMD 打开以后 我们先输入第一行命令 这一行就是这个Windows专业版的密钥 如果你是其他的版本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相对应的密钥 来进行替换 这种密钥网上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一下 就知道了 输入以后 我们回头确认一下 成功输入密钥以后 然后接着我们输入第二个命令 来进行确认一下 最后我们输入第三行命令 让它到期这种延续就可以了 输入命令以后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 它现在已经正式激活了 现在我们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免费激活 任何一个Windows系统版本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KMS激活方式 非常的方便 今天视频中 所用的相关详细信息 我会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篮理